你們就一樣跟我這樣打開來看這個提議 要輸入四個數字 每一個數字是這個 欄關是7 那等一下同學也是照這樣數也沒關係 23123就隨便的輸啦 小數點一定要有 然後我們要把它讓輸出來 結果要像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按Ctrl N對不對 Ctrl N 然後有四個數字一個叫 NUM1 第一個數字對不對 那我用EVL函數呢 把它轉成小數點Input的 數字對不對 那其他這幾個呢 如果你懶得做的話 你就把它像我這樣Copy過去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裡分別把它改成2 第二個數字 第三個數字 減量輸入四個數字 分別1234對不對 那你1234的時候我們現在 都要分別要一個靠右對齊跟靠左對齊對不對 靠右對齊的話 靠右對齊的話 我們就Print Print 那我們要印的東西呢 同學要記得就是雙引號 那我們的格式是要打一個bar 然後呢 同學他主要是要靠右對齊 靠右對齊你就只得百分比7.2F 7是代表有兩位數的格式 然後我們給他控一格 然後我們給他控一格 百分比7.2F 然後這裡再加一個bar 然後呢 我們底下是要他對應的格式的變數 對應的變數就是NUM1跟NUM2 懂嗎 同學有沒有看到 這個NUM1就對應到這個格式 就對應到這個格式 那如果說你嫌麻煩的話 你就跟老師一樣 baby五指下流 一樣就copy了對不對 比較快啦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是靠右對齊 那靠右對齊 差別是要有一個減號就對了 懂嗎 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呢 好這裡就把它背一個減號就對了 嘿 就一個減號 百分比的 7.2F 我們要減號 這是靠左對齊的意思 懂嗎 懂什麼意思 好這是靠左對齊的意思 好 好 靠左對齊的意思 好 然後呢 好 同學就是要養成好習慣 他 你們在做的時候 他希望你們另存心檔是 欸 欸 另存一個心檔叫PA102 所以你就把這個格子存起來 你就選另存心檔 對不對 是不是 PY不用了 也可以啦 PY 不用了 他自動會變PY的 我覺得 懂嗎 好 我們要輸入半徑 好 然後求這個圓的面積跟周長 好 那我們把這個他Word底下這幾個關鍵字 好 好 輸出換例1 輸出換例2 好 如果換例輸入1 誒 輸入2 他有兩個 就是說 不用了 就是直接 輸入換例 你再一個就可以了對不對 好 就是說這幾個中文 這幾個字 英文字 怕你會打錯字 你可以把它先Copy下來 懂嗎 懂嗎 意思 那我們用這個 Import 好 MATH 好 你要不要 其他沒關係 Import MATH 好 那我們的這個PY呢 PY就是 MATH 好 點PY 好 PI 對不對 選 往下選 按TAP鍵 好 好 這是PY 好 然後半徑呢 我們給他一個叫R 對不對 好 那R我們要把它產成忽典數 用Flow的函數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 我把它Input進來 好 這個R 那我們現在要印的是這個 半徑 好 你們就跟老師一樣 就 把它Copy過 我們就Print 好 好 Print 好 Radius 就等於 好 這時候我們要 百分比 點2F 好 這是到小數點 第二位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R R印出來 好 好 這個格式化 好 然後呢 一樣我們是把它Print 好 好 周長就等於 但是他這個等於的話 空一個是他要求的 對不對 我們是照他要的 好 一樣是 百分比 0.2F 對不對 百分比 0.2F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2πR 對不對 周長是2πR 所以按2乘上π 對不對 再乘上R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 然後最後一個 這個 最後一個就是Print Print Area 就等於 一樣是 百分比 0.2F 然後呢 πR平方 是不是 π再乘R 你可以乘兩次R啦 或是 乘兩個乘也可以 這次方是 次方的意思是R的意思 是 兩個乘的意思 懂嗎 πR平方 懂嗎 π再乘 要不然你再多乘一個R也可以啦 πR平方 懂嗎 πR平方 好 所以呢 各位同學 你就把它存個檔 對不對 是104 對不對 那你把它存個檔 好 他說 有一個 Arcument的Strain是錯誤 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這個是在Float這裡 好 我這裡少一個 我少一個 瓜斧 少一個瓜斧 那我們把它存個檔 有沒有 Match 我看一下瓜斧 Float 這裡還有一個input是函數 要左右要一個左右的 要函數 懂嗎 好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就讓它跑一跑 這樣你出半徑對不對 譬如說2.4 然後他就會說這個半徑 這裡有錯 半徑等於 這裡是 對不起 我這個 這樣百分比 老師剛剛有錯 懂嗎 要百分比 要把它掛誤起來 懂嗎 這是一個格式的東西 要用百分比把它格式起來 然後這次百分比把它格式化起來 要不然跑出來就會有點怪怪 就會錯誤 看一下 這個沒有斗點 記得 它沒有斗點 就緊接了啦 字串底下就緊接了它格式的東西 懂嗎 是不是 半徑譬如說我打2.4 它就會出半徑的2.4 然後 周長15.08 面積人18.10 好 這個 剛剛講的106 就是速度幾分幾秒 好 跑完幾公里 單位是公里 對不對 但是它叫你 換算成 時速是 每 它的時速是 每小時 是不是 幾英里 那同學就照這樣來做 好嗎 就照這樣來做 就是說 我先把它另存心檔到108 106 到106來 那我一定要讓它先輸這個 我這個 我要讓它輸成這個 XY粒 X是幾分幾秒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要把它變成XY粒 好 這樣 可以輸入XY粒 對不對 好 你們跟我一樣 就是把它copy下來 然後這裡改成Y 這改成粒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呢 同學 我們 多少公里 我們要除以英里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們看一下 它的這個 AVG 這個 AVG就靠 就是代表它的速度 不要打太多字 那 這裡粒呢 除以1.6 是代表能走多少公里 好 多少英里 好 那我們再跟它除以 總共用了幾個小時 對不對 用了幾個小時 就是 總共60分 好 我們轉成 分 轉成 把它轉成秒 轉成秒 然後我們 轉成秒 X 然後再加上它秒 然後我們再把它除以這個 再乘以這個 60 再乘以60 然後這時候它希望你印出 這個Speed的等於什麼 齁 你們一樣把它做Copy過來 Speed的等於 等不 懂不懂 好Speed就等於這個 齁 所以你就問這個Speed就等於齁 好Speed等於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它印出小數點到第一位 就點EF 然後我們的變數現在是叫AVG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底下就不用了齁 底下就不用了齁 底下就不用了齁 好 所以呢 那 課本的話 那個它的例子裡面呢 10 10分鐘25秒3公里是10.08 那你看看它 齁那你這個再存檔齁 齁10分鐘 25秒 跑完3公里齁 齁 這時候Speed就10.8 齁 齁 Speed輸出就等於Speed就10.8 齁 好我們要算它的距離就是DIST 齁 DIST給它一個變數齁 好 這時候我們就是 當然你這個 這裡可以把它改成 齁這個X1齁 這改成Y1齁 然後X2齁 齁 改成Y2齁 這樣的話比較簡單齁 那我們要計算它的這個 這個距離齁 就是兩個X的相減的平方 加兩個Y 相減的平方 然後最後開根號 這是我們求這個變數的齁 所以呢你是X1 好減X2 X2的平方 然後加上 Y1 減掉Y2 Y2 的平方 好 那最後我們 跟它求它的這個 開根號 開根號就乘以0.5就可以 好 這個乘以 就開根號就乘乘 0.5 0.5 這樣就可以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距離算出來 然後他說要印出這個 X1 Y1的座標 然後用刮符刮起來 所以呢我們就 我們就第一個 這個 X1 我們先印到這個X1 這個 但是它旁邊要先有一個刮符 然後印第二個數字是印X1 然後再印這個Y1出來 它要印一個痘點 它希望印出一個痘點 一個痘點 然後這個是 用痘點把它分開 痘點 痘點 痘點在這裡 就是 然後再印出這個Y1 然後再印出這個 又刮符 又刮符出來 好 好 那這 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說 這個有 這個刮符 多出來的 你要讓它對齊 這樣才可以 但是 通常它會幫你 印出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印出 X1跟Y1 X2跟Y2 那其他的話就用Copy的 只是說這裡是改成2 這裡改成2 這時候我們 要算出它Distance 等於多少 那如果你怕這個字 有時候它打錯了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用Distance Copy過來 我們Distance 等於 Distance 它要到小數點第四位 所以等於 百分比 點是F 然後用百分比來格式化下面的數字 然後我們這個數字是Distance Dist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是108 108 所以 跑看看 看行不行 它第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們 輸入X1 Y1 比如說我們輸入2 1 5.5 這是X2 Y2 是 輸入8 它就會出現這樣 出入 變成2 1 5.5 2 1 5.5 8 然後出現Distance 等於 7.862 那最好這裡 有一個空格 它是可能需要一個空格 這樣會比較好 這裡少一個空格 這樣把它分開一下比較好 好 錄影完 好 那這個我們 110的是這個題目呢 主要是 呃 同學這個 要給正N邊形 然後給它這個 編長 然後教你們可以算出這個面積 那它是建議你用這個 這個 要給正N邊形 然後給它這個 編長 然後教你們可以算出這個面積 可以算出 那這個面積呢 事實上等於是 幾邊形的N值 再呈邊長的平方 再除以4 再呈Tangent Pi 好 再除以它的N值 好 那我們就輸出這個 虎點數到小數點 第四位 好 第四位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Anaconda的 Spider把它叫出來 好 Anaconda的Spider把它叫出來 程式碼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importMath as M 一個M 好 我們把它取名叫M 好 那我們就讓它 輸入兩個值進來 一個是N跟S 好 那普通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通常我們一定會加一個 字串 提請 請輸入邊長 請輸入幾邊形 然後請輸入邊長 好 那我們根據剛剛的算法 這個面積就等於 N再乘以 M點PW的 就是S的平方 這 就Math的點POW 就是S的平方 再除以4 再乘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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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M點Tangent 的 Pi 點N 好 那為什麼可以用M呢 因為我把它取一個筆名叫M 好 好 那我們要列印出來的時候 就很簡單 好 就等於Area 就等於 百分比.safe 這是一個字 那百分比後面就接變數 這兩個的 這個變數叫Area 好 那我們就讓它執行 看看結果怎麼樣 譬如說 我們輸入八邊形的八 好 邊長是六 好 那自動都要幫我們算出這個 面積就173.8234 好 跟這個例子給我們的一模一樣 好 我們就錄影到此完畢 好